赵恒啊 你死扛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我告诉你 我你算太太 像这些你 我相当的 有点歌 那你还不敢说 不敢说 你这些歌 我还是不敢说 你这样 我才说 我才说 我这些歌 你把歌 就是我 你看看 对付工当这么多年 一点儿长进都没有 审来审去还是这些老套路 审讯嘛 也是应该因人而异的 你说说 要不 把这个人交给我 让我试试来 别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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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挂完我们小组 发展到外类机器分子 我都告诉你 这也是个软公道啊 除了外围分子 我还要知道共党内部的 我们小组的组长 医生离开什么 你不老实啊 我都说了 我都说了 还有件事 还有件事 咱俩带我欠我一个人 在北当路 北当路这家钟表行的 那家钟表行的 那好吧 去查北当路钟表行 是 还有什么 把你知道的 都说出来 你这饶你也不死 我饶 我靠上海警察局 在街本报运区 上海战里 也有我们在这 而且这个人 还要有 他是谁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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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 咱们上海战也有大鱼啊 这些共产党还真是 无孔不入啊 刚才您在办公室 说的那些话 还真让您给说中了 赵峰 你还没有土干净啊 土砂局 够了 站长 再让我沈一会儿 我一定查出谁是内鬼 这个人已经没用了 站长 北当路上 只有一家公立钟表行 老百姓员 现在就抓 是 是 站长 这个信源那可太重要了 我跟郭队长一起去吧 找个人的事 让郭队长带人去就行了 一会儿啊 我要到警卫司令部开会 你准备一下 陪我一起去 好 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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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档案室 拿一下上次的会议记录 好 我的仗能 好 二队人撒出去了 还没回来 咱们可能人手不够 怎么办 夏天明 嗯 夏天明 帮我把上个礼拜 警卫司令部过来开会的 会议记录找出来 我跟站长去开会要用 好了 您稍等 还有多少兄弟 大概还有四五个兄弟 够了 让他们多带点家伙 是 谢谢 谢谢 你怎么这么在这儿啊 不是要去警卫司令部开会吗 你不是要去抓共产党吗 怎么也跑这儿来了 顾队长 夏天明 这是您要的文件 这文件你们这儿有存档吧 有的 这份我要交到警卫司令部去 好的 您在上面签个字 这儿 证据 您也要取文件吗 我等小姐一起下楼 走 好 双举啊 注意安全 去备当路 快 宇宙啊 刚才没跟赵洪说 咱们伤害战云那一位 你觉得会是谁呢 这个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了 等顾队长把人从备当路抓回来 就水落石出了 这些共产党 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 如果顾队长没抓到 或者是审不出来 我再帮您想办法 我答应您 一定把咱们站里的这个内鬼给揪出来 咱们上海战 只要有雨竹在 我就放心多了 谢谢战长 请问您 陈子 有危险 孙站长 孙站长 上回您没参加那个记者会啊 可真是太大的遗憾了 是啊 夏专员那天在记者会上 那可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非但是我们自己的记者 就连洋人的记者 都夸赞他 是美貌与智慧并存 对 给咱们国君的倾向 增色不少啊 对啊 冯处长 又拿我说笑的 我资历尚浅 这些年 要不是站长的提携和培养 我哪有机会 能去这么重要的场合呢 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夏专员 确实是我们上海站的医保 抗战的时候 我就一再坚持 一定要把雨竹收入麾下 孙站长 那真是慧眼石珠嘛 站长 您可真是我的贵人哪 这警备司令部到底是怎么了 约我们来开会半天了 连个人倒杯茶都没 孙站长 我觉得下次开会 还是去你们上海站 没问题 我们那儿有好茶啊 下次各位来 我提前给各位准备好 今天啊 就只能委屈委屈彭处长喽 多会说话了 对啊 这样吧 我去找人给大家倒点水来 有劳了啊 哈哈哈哈 啥子 晓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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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警备司令部怎么回事 我们来开会都坐了半天了 也没人给七姑茶 各位晓杨啊 我现在就过去了 我麻烦了 pref于ここ 你们这一张 这根灵好了 谢谢你 ni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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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潜伏在我们上海站的 那鬼是谁 我保证 可以给你一个 不错的前程 我不要什么前程 这个人跟我是单线联系 在上海 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 只有我 开条件吧 我的家人在保定 我要你必须答应我 把他们接到这儿来 然后 送我们离开上海 到新加坡去 我可以带你 袁先生 我就喜欢跟您这样的人做朋友 只要你告诉我 我们这儿的内鬼是谁 一周之内 我就把您的家人接过来 把你放出去 这一周之后啊 你就可以在新加坡 享受天伦之乐了 先帮我抱一下 给他抱上 抓住他 抓住他 马上送优势 快 试试 警备司令部以后的会 没什么时候我就不参加了 开了一下午会 屁都没说出来 瞎耽误共产 赶紧发动车去学库 站住 干什么呢 慌慌张张的 站着 夏专业 你们顾队长呢 顾队长在审讯室 亨利忠妙航 刚抓坏的共产党 在审讯室自杀了 他现在人在哪儿 小来 嗯 我换 这 这 你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想找顾小姐 可是他们说顾小姐在忙重要的事 让我在这儿等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重生她病了 烧得很厉害 可我也找不到顾小姐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别着急上车吧 我跟你去看看 顾小姐 开车了 这一拐不就是南方公寓了吗 我们现在不住南方公寓了 你们又搬家了 顾小姐说南方公寓住了太久了 怕不安全 现在我们住三同里了 你们这些年为了躲晨得道 都搬了多少次家了 这南方公寓 我记得也就住了三四个月吧 这么折腾 重生也跟着遭罪啊 下邀请 下邀请 家里怎么只剩这点东西了 还不是为了搬家方便吗 每次只带一些必须皮 时间久了 就只剩这点东西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现在需要每天打掉瓶 你们要陪伙一下 另外啊 这个药没有了就和我们说一下 好 谢谢医生 夏小姐 你忙了半天了 先回去吧 这儿有我就行 你只要日不休息也不行 这样吧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 你先回去 明天一早你再过来 顺便跟重生做些吃的 那好 那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王阿姨 这个你拿着 以后重生每个月的药钱回来付 双举给你的钱你就留着 都给重生买点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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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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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我们都是你的同学 你很安心 谢谢观看 我来说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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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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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专媛 春文 你这头发在哪儿做的 真好看 就在夏专媛推荐的那家店做的 下次带我一起去啊 好呀 那夏专媛 我有事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再见 可以吗 我可以帮她的 真是最的吧 你 我来来路了 你有没有 我不忍不忍我 我来路了 那我来路了 我来路了 我最后看了 你一聊 你一聊 这一个部门 就会转转能 我来路了 我来路过 你我来跑 我来路上 哪儿 我来路上 爹 我来路上 你吧 我来路上 我来路上 路上 我来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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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看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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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长 那批物资不过是 毛局长的贺人财产 跟馋内鬼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啊 放屁 反正毛局长怪得下来 吃不了兜着走的人 是我不是你 所以不值得议题对吧 要说价值 这个姓源的 自然比毛局长的货 重要得多 他若能开口 就出强威 说不定 我们还能得到 南京的嘉奖 但是 他要是不开口呢 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了吗 我会让他开口的 我会让他在这边 说不定 我会让他开始 没什么 好 我会让他在这边 也会让他在这边 说不定 他会让他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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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车也来 下车让我来接你 我正好回家做饭了 正好正统的呢 走吧 来 来 来 请坐 谢谢 站长 今天没有外人就是家常便饭 你看看还要吃些什么 不用了 站长 这家护贝赛做得不错 来 尝尝 谢谢 站长 谢谢 站长 来 尝尝 双局的脾气你肯定比我还了解 就是点心的一根筋 不撞南枪不回头 你俩姐妹这么多年 感情一直很好 我也不希望你俩有争执 她反对拿毛局长的物资 交换那个姓袁的 双局有些立功心切 但她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 毕竟那个姓袁的是她亲手抓的 站长 我是真心地希望接受调查 因为清白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一个下属得不到长官的信任 那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这些年 你一直跟着我 为站里做了那么多工作 我能不知道吗 就拿帮毛局长转移物资这件事来说吧 要不是你 这批物资早就被郑建民捅到稽查处 被没收了 站长 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有话你就直说 在我这里 你不用有顾虑 我跟双局写了争执 我不是不知道信源的这个人有多重要 也不是不知道强威给我们站内带来的危害 那鬼不是不查 是一定要查 我只是站在您的角度去考虑 这件事情 关系到您的清白 我的清白